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会跟着降低 为了要加薪 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而放假的议题呢 到现在为止 还是不能掩盖薪资 真正倒退的事实 因为薪水已经不如15年前来得高了 目前为止台湾的薪资 没办法上涨 要不要放假 真的是问题所在吗 还是真正的关键 到底在哪里呢 请到四位专家 跟大家一同来讨论 首先欢迎的是 实践大学副教授赖月谦 子林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职场观察家张旭兰 子林各位观众大家好 高阶劣财顾问牟宗沛 各位观众大家好 网路宅神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说到了放假呢 观众朋友 你也许呢 今年呢 这个国力一打开 有点心酸 因为觉得放假天数 跟今年相较起来 怎么都碰到周休二日呢 很多人觉得心酸 也因此登上媒体版面的同时 行政院似乎听到了 大家的心声说要 多放几天假 造就小确幸的氛围 但现在工总提出说 如果大家要加薪 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为光是多放一天假 工总或是企业的损失 加总起来就高达86亿元 台湾经济好闷 民众家心无门 政府打算让劳工多放假 创造生活中的小确幸 从我们一般民众的小幸福之所在 来思考这整个制度的问题 行政院长江仪化口中的小幸福 就是让劳工多休假 由于今年总休假天数 共有114天 明年只有109天 内政部承诺 三月中旬将开会 研议调整 目前多种方案 倾向三选一 包括春节假期 可能固定放9天 国定假日刚好碰上周末 必须补假一天 或者像民俗节日 元宵节 耶诞节等等 都可考虑列入国定假期范围 赞成的一派认为 劳工多休假 等于可以多消费 刺激内需 劳工团体也乐观其成 传统产业劳工来讲 当然是可以疏解他身心的工作的压力 我们当然乐观其成 尤其现在台湾是服务业 跟观光产业居多 也可以刺激消费 带动经济的成长 政府丢出大红包 劳工拍手叫好 但对企业主而言 这恐怕不是小确信 而是大大伤脑筋 那一定是会影响的 多放一天假 工厂就得少一天产能 专作化妆品面膜外销生意的 何老板认为 政府让劳工多放假 又没配套措施 签一把动全身 可不是说句小确信那么简单 我们是工厂为主 那工为主的话 你一天要是说 我今天少一天工作 我产能就降低了 那我营业收入也降低了 那我想说 如果以我们台湾在做外卦来讲 那这个竞争力相对也是降低的 休假制度可能翻新 企业急得直跳脚 冯总表示 国内多休一天假 产业界就得多付86亿薪水 不止企业负担变大 国家竞争力也跟着陪葬 学者也持反对立场 举例来说 如果春节拉长到九天 高消费力族群 通常就会出国旅游 不但对刺激内需没帮助 放更多价 反而让企业老板有借口不加薪 企业主来讲 大概会以缩减的工作时间当作加薪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你政府把那个假日时间 就天数增加以后 我想企业很容易以这个为口实 或者以这个为理由 我就不给你加薪 休假天数变多 劳动成本增加 要老板掏钱加薪 机会更渺茫 专家认为 与其满足小确幸 不如正式薪资停滞问题 因为根据主记处资料显示 台湾30岁以下年轻人 月薪低于3万的人数高达7成 没有加薪 劳工口袋空空 就算休假再多 也没人消费得起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政府采取多放假 这样的方式 它会不会成为 政府转移 没办法调整薪资的一个 补偿措施这样的一个心态 国定假日天数一旦增加 对领时薪或案件记仇的劳工而言 少领一天的薪资 可不是什么小确幸 政策上路前 政府最好再三思 TV别新闻 小米正代元力台北报导 观众朋友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周休日已经实施了十几年了 之前怎么没听说 要放假放多一点呢 为什么今年才提出来 这样的想法 也许有一些人认为说 会不会是选举要到了 很多措施都在试水温 但观众朋友 如果你真的仔细一看 今年放六天的确有点少 但明年又刚好碰到了周休 大家的心情好像真的不太好 芝林有没有觉得 最近的政策在打亲民牌啊 首先要从这个富人的口袋 拿一些钱出来 来补我们的国库 增加他们的税率嘛 再来呢我们看到 要放我们老百姓的价了 但是放这个价 究竟放不放得成 为什么他要怎么放呢 政府的劫富济贫政策 到底行不行得通呢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价是怎么放的 我们知道说 今年呢年假我们是六天 大家就觉得少了少了 但整个年度来讲 我们还是有114天的价 但是如果看到明年去了 明年是109天啊 这样算一算 有几天不见了 感觉好像有点亏 因为有几天的国庭假日啊 碰上了周末假期了 首先明天是礼拜五 二二八了 但是不好意思哦 明年的二八在礼拜六 除了二八之外 包括儿童节啦 清明节啦 还有端午节 中秋节 双十节 不好意思 也都在周末 所以呢 这样算一算 如果在周末 大家默默的就不说的话呢 限损是这四五天假 那如果说 呃现在大家就在考虑啊 是不是有其他小确幸的做法 对 也就是增加我们的一个 休假的方案 首先如果说这些假 遇到周休 是不是礼拜一 可以来做补假 补假 这是其中一种方式哦 是 再来有一些民俗节日 什么样的民俗节日呢 譬如说元宵节 大家都会说 哇是不是灯会可以延长一点 因为没有补假 没有休假 而且天气不好 没有办法去看 所以呢 大家就会卡在这类似像元宵节啦 一般有在庆祝 但是没有放假的日子 也包括像是 Christmas Christmas 大家都会去吃大餐嘛 这些都有机会刺激消费的 大家有在做庆祝的呢 是不是这些节日呢 也能放假 再来 过年是不是可以考虑 可以固定休九天假 不是有时候六天 有时候八天 有时候九天 是不是像五一啊 十一啊 这样子的概念呢 固定来休假 所以呢 提出像这三种方案哦 供大家来去做思考 不过问题来了 因为呢 昨天丢出像这样的问题呀 资方劳方两个人就是已经在 讨论的没完没了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很多正反两方的意见 三成人当然就是认为说 一旦放假 大家不会待在家里 你出去吃吃喝喝 去玩乐 所以呢 在餐饮啦 消费啦 关光啊 都有机会刺激内需 再来大家出去玩开心啊 所以呢 回到工作岗位 感觉冲了电一样 所以综合以上 觉得这有机会来带动 我们国内的经济成长 但有另外一派的人 就不同意啦 为什么 绝大部分一定是老板啦 对 因为呢 增加了企业成本啦 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一天是周末要来放假 那原本呢 是你应该来上班的 一旦它定为是假期 老板要叫你来帮忙上班 他还要多付你一倍的薪水 也就是说呢 平常呢 他可能假设你今天的日薪是一千块 他礼拜天 礼拜六叫你来上班 他是double的薪水了 所以呢 与这样子来算算 哇 我要支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再来一旦放假了 老板要花在你身上的成本多了 那你未来要加薪 恐怕就会比较难了 因为老板不愿意再多掏一点钱 放在你的荷包里 所以就是这样子呢 所以让大家觉得 究竟这样子的假期 有没有机会放呢 其实大家还在议论纷纷 其实呢 大家都说增加消费 政府会想得太美好了一点呢 因为观众朋友呢 你或许会发现 放假出去玩是一件好事 但是口袋里面一定要有钞票 才能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像老板的这种想法 不赞成放假 认为说会减损竞争力 但是有竞争力的公司 为什么又怕别人放假呢 这种所谓的论战 目前都还在网络发烧的同事 我先请教教授 教授明明是一个加薪的议题 怎么现在好像扯到了放假 然后大家被模糊之后 又回来发现 好像加薪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我们前段时间 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17年来 台湾的企业到底有没有赚钱 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的经济数据拿出来 我们发现我们的企业都有赚钱 那么企业主的老板口袋越来越厚 所以台湾呈现一个很大的M型的社会 那这个M型的社会里面 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房地产被炒得这么高 其实跟这些企业老板很有钱也有关系 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十几年来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大都有赚钱 可是为什么员工的薪水不调整 这个是大家一直在纳闷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企业明明赚钱了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给员工赚钱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你与其 例如说马总统这段时间 不断的苦劝 扑育 希望说企业你给你的员工调薪水吧 你有赚钱 你给员工调薪水 但是企业老板就是不为所动 那么你要他调薪水 他就说企业成本升高 我们的竞争力会差 可是我们明明看到这些企业老板的钱是越来越多 对 怎么样都有借口 对 好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了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旦放假了 那企业老板马上就是说那我损失86亿 那我们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那我这样我们没有竞争力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一旦放假的天数 假设你增加五天 工需劳动方 就是劳动人口的工需马上会改变 也就是说你一旦放假了 本来我应该要上班了 我现在不上班了 不上班 可是他绝对不会减少企业产能 他一定会要劳工再来上班 这个时候他要多付出了 他多付出了 所以一旦工需一旦改变 就是劳力市场的工需改变 调薪的激励就会比较高 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 因为没有人要来嘛 我必须要请你来 就要多付一点钱 你要多付钱他才会来 所以等于是放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调薪 的确是如此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现象 可是这个还是消极的 那为什么说消极呢 因为我们政府目前束手无策 也就是马政府执政的这几年来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也就是他想尽办法 可是他没有能力 而且不是按照法规走的老板 我相信很多 比如说假日加班的 不加薪的也大有人在 没有错 但也就是说 马政府没有能力改变提高人民的国民所得 也就是说马政府没有办法让台湾的人民更富有 也没有办法让台湾的经济更起来 那这个时候他采用这种消极手段 我认为是消极 但是不无小补嘛 对劳方来讲他不无小补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对于政府也好 对资方也好 他真的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于 如果你不调薪水 你就留不下人才 没有人才 你的经济也不可能发展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资方 他必须要好好想一想 他的企业责任 社会责任 国家责任 政府也要想一想 为什么他执政这么多年 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让台湾的经济老是起不来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看这个机会 到底有没有再被创造 因为最后一年了 大家检视成果的同学 未来就要投票了 如果民众口袋深一点 也许真的会比较有感觉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根据这种路上行人 随意接头访问的结果 发现了大家对于这个经济的状况 似乎还是相对的悲观 我们来看一段 奇幻文化艺术基金会 在街头所做的访问 请问你家228事件的来由 以及为什么要放假吗 不是很清楚的 对 忘记了 不许觉得放假 和平纪念日那个烟的事情吗 纪念那些罹难者加加速 你觉得国定假如果遇到六日 需要补假吗 要啊 我觉得放太多假也不好 要 为什么 因为想要 因为我们的假真的太少了 跟国外比的话 应该要分开来细算的 会比较公平 感觉如果不补假的话好像就少了一天放假的感觉 有假放当然好 我会说不好 大家会喜欢啊 我觉得休息室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放假没有钱赚 赚钱比较重要 看似好像讨好劳工 其实并没有啊 我觉得 对啊 都是为了资方 然后真的打一些瓶目 然后最后就是 其实还是失神到劳工 GDP高的那些国家的空时 真的那么长啊 也不见得啊 像有一些国外他们假期很多啊 但是不会因为这样子工作效率就变差 应该反而能促进国内观光吧 请问你假日都在做什么 买衣服 买鞋子 照裙自我 哈哈哈哈 都吃饭或是放假 看电影 或是会上山走走 泡泡温泉 假日的时候会不会更想要消费 还好耶 你也知道手上有钱 他有办法消费啊 就因为放假 所以就觉得应该要 就是更要去平常 没有时间去的餐厅吃饭 或者买 平常就想要买的东西 消费就很快乐 所以假日搞不好消费 又刺激经济发展 对 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啊 假日 假日可以多一点 对 假日可以多一点 当然是你我民众的心声啦 但是观众朋友 你想要去一些 平常不会去的餐厅 或者是去看电影 要消费的话 口袋一定要有钱 如果这个钱 没有增加的话 目前政府提出这个政策 有意义吗 翟神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其实刚刚我呼应一下 赖教授的说法 就是台湾的工种跟商种 永远都是资方代言人 是 你叫他加薪也不赞成 放假也不赞成 他什么都不赞成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什么国家经济会跟着赔账 我告诉你没有 只有老板的小三会赔账 各位让我举一个例子 我一定要说实话 日月差的董作张叉生 他一个月给他的小三 一百万新台币 一百万新台币 你用一个22k年轻人 没有问题来告我 你想一个22k年轻人 可以养50个 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 有一个我们认真要讨论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分清楚 刚才桑总的讲法 他说要损失86亿 其实他的计算 不是这个人不能工作 是这个人因为在假期工作 根据劳基法的规定 我们必须要付加倍的薪资 所以这哪叫损失 哪有损失劳工增加啦 我可以选择 因为我这样讲 他